充滿未來感的宇宙空間 這不是在外太空 而是與卡通人物84光年合作的神秘暗房 手機品牌OPPO新推出的X5 Pro 強調4K超清晰夜景錄影 為人當消費者體驗還特別設置了暗核 可以拿手機測試感受差異 手機品牌OPPO其實在過往 都很著重於晶片影像處理功能 而每每推出新機 只有造成話題的iPhone 現在iPhone14預測的外觀也曝光了 就會有一個比較全螢幕 它螢幕佔比會更大 那瀏海的部分有可能會去做一個取消 會有點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手機大部分都有一個挖孔的樣式 去達到更大的螢幕佔比 預測與過往螢幕會有變化 為了配合法規及環保 目前還在使用Lighting的iPhone 未來也可能會做出變化 其實這幾年一直有傳輸 像這個規格希望達到一個統一 那所以說蘋果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它很多產品都導入所謂Type-C的一個設計 iPhone14在網路成為熱搜 三星全新M系列新品 也以清零價格打入市場 大電池和快充等規格都頗為實用 畫面的流暢感有明顯提升 也成為不少安卓愛好者的新選擇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鎖定八大名稱新聞記得按小鈴鐺喔